今天我们上做文课 故事新编 肯定是跟故事有关系 看这幅图 这是一只什么 这是一只什么 老虎跟狐狸如果在一起 什么故事 狐假虎威的故事 狐假虎威的故事 听过吧 听过 有一只狐狸 遇见了一只老虎 老虎把他抓住了 抓住了以后呢 说我要吃了你 我说你不能吃我 我凭什么不能吃你 他为什么不能吃他呀 狐狸怎么说的 因为他上天派下来 对 我是天上派下来的 这个时候老虎说我不信 说你不信你不信 你跟着我走啊 跟着屁股后面走 所有的动物一看到 他看到什么来了 老虎来 其实呜呜全跑了 对吧 有点像我们讲的 宋定伯捉鬼 很淡定 当遇到坏人的时候 马上想的 就是一个特殊的方法 好 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 我们先来讲 狐假虎威 讽刺的那种人 狐假虎威 这个故事的原型是什么呢 有一个大将军 而我是楚王 大将军作威作福 没有人敢惹他 很多人都怕他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很好奇 他哪厉害呢 为什么大家都怕他呢 于是我就问了另外一个大臣 而那个大臣 没有直接说 没有直接说 为什么 而是给我讲了一个 狐假虎威的故事 哦 我明白了 你就是那只狐狸 而我是谁啊 老虎 别人怕你是为什么怕你 因为怕的是我 对吧 所以说 我们来 狐假虎威 讽刺了哪种人 你们先告诉我 是老虎还是狐狸 狐狸 对吧 狐狸是哪种人 狐狸是不是仗着 我在外面欺负人 对不对 所以说 讽刺了那些 借着有权者的威势 欺压他人 作威作福的小人 如果我们站在狐狸的角度看 当一只狐狸 马上就要被老虎吃了的时候 其实他怎么样 很聪明 就好像宋敬伯一样 对不对 很聪明 马上就 我是亲自派来的神仙 那所以说 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 今天我们上就是故事新编 故事新编 就是以我们所熟知的 古今中外的 作品里的人物 还有人物 还有情节 进行改编 看明白了吗 今天不是让你自己来写作 不是让你来独创作文 而是让你来改作文 我们来改 形成一个新的故事 鲁迅曾经写过一部短篇小说集 正好跟我们的作文题目是一样的 叫做故事新编 故事新编是鲁迅的一部短篇小说集 故事新编 就是鲁迅根据一些历史 神话 预言 然后进行的改编 那鲁迅是怎么改的呢 鲁迅说了这样一句话 取一点阴油 随意点染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在原来的那个故事 我取一点属于真实的那段故事 其余的我来怎么样 随意的怎么样 来改 来偏 就是这样 说 假使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 史值保留一个人的位置 那站立在这个位置的人 只有一个人 鲁迅 就是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 最伟大的作家 谁呀 鲁迅 所以今天我们跟鲁迅写作文 来 我们先来看 我们如何写故事新编 第一个 我们要联系原著 熟悉故事 如果让你来编一个故事 你说这个故事 你你都不熟悉 你都不知道里面的人物 就好像小说三要素 人物 情节 环境 你都不知道 你都说不出来 那你觉得你能改好吗 改不好 所以说我们第一点要做到的是 你得先熟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说到这儿了 既然人物还是原人物 我们可以随便更改 他的言行性格吗 比如说 你把孙悟空 孙悟空拿出来了 要作为你文章的主人公 你能写孙悟空 爱吃饭 爱睡觉 不爱干活 肥头大耳 这谁呀 猪八戒嘛 对不对 不能乱安 二 一定要新编 什么叫新编 比如说有个同学写啊 写特别快 都都都都都写完 三百多次交上来了 丑小鸭的故事 看过吧 拿过来一看 我说这不是安都生写的吗 怎么是你写的了 他给改 他给概括了 他把安都生写的丑小鸭 又给概括了一遍 所以你说今天是让你概括 还是让你自己编 自己编 所以一定要记住是新编 好 我们下面进入我们这节课 最重要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叫做天之加业法 天之加业四个字 当你刚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 你的想法是这四个字什么意思 网上添东西对吧 比如说给一棵树 我添枝和添叶 在树干上添些枝叶 你说对于一棵树来讲 什么最重要 根很重要对吧 所以说天之加业改根了吗 也就是说刚才有同学说了 改故事的时候 你能够把这个故事 最终的结尾改了吗 主题改了吗 比如说你要改西游记 你能让他们四个最后没取成经吗 你改嫦娥奔月 你能最后改成嫦娥最后跑到那个哪 跑到太阳上去了吗 不能 我们不能改 那么天之加业比喻叙述事情 或转述别人的话 为了夸大天上原来没有的内容 那么我们作文要做什么 就是发挥你的想象和联想 对故事有选择有重点进行细节扩充 什么叫细节扩充 就是一个故事 他可能他讲的时候比较不错 但是有一个细节没有讲的特别清楚 你要把这个细节给他改过来 让他觉得特别清楚 我们今天来看一篇文言文 这个故事来源于智怪小说 我那天讲的谁写的什么 甘宝写的搜神记 不错 甘宝写的搜神记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一句一句看 然后再看鲁迅是怎么改的 楚甘将墨爷为楚王作戒 甘将和墨爷是两个人 甘将是丈夫墨爷是妻子 楚国的甘将和墨爷为楚王作一把戒 三年乃成 三年才作成 接着 王怒欲杀之 楚王发怒了 要杀了他们三年你才作完 接着 剑有雌雄 两把剑一雌一雄 齐妻众身当产 齐妻他的妻子快要生宝宝了 夫与妻约 丈夫和妻子说 五为王作剑 我为楚王作剑 三年乃成 三年才作成 王怒 王怒杀我 如果我去的话 一定会杀了我 汝若生子是男 你要生的是男孩 你要生的是男孩 大 我们来翻译这个大 是什么意思 长大以后 长大以后 告知约 告诉儿子 来你试试这个 出户望南山 出了家看南山 松生石上 松树长在石头上 剑在其背 他把那把剑藏哪了 雄剑藏了 藏在了松树的背上 接着 于是即将 雌剑 王剑楚王 干将拿着哪把剑去了 拿着雌剑去剑楚王 王大怒 楚王大怒 那我们翻译 使相之是什么意思 找人去看 剑有二 一雄一雌 雌来雄不来 剑有两把 一个雄的一个雌的 雌的来了雄的不来 对吧 王怒 即杀之 王很生气 马上给杀了 刚来第一段以后 我们会发现 这是原文 甘宝写的 鲁迅 你看呢 鲁迅就有一个地方 鲁迅就觉得 为什么楚王会让 干将和墨爷作剑呢 于是鲁迅 他就用了天枝加叶 他把这个环节交代出来 他觉得这个细节 没有交代出来 他要写出来 他就怎么写呢 说楚王有个王妃 他的妻子 王妃在夏天的时候 很热 很热的话呢 他就去抱了一个柱子 那个柱子是铁做的 抱完以后呢 柱子肯定是很凉爽 对吧 可是呢 怀孕了 生出来的呢 是什么呢 不是人 是一块铁 楚王一摸 哇 这个铁不是普通的铁啊 肯定能做出宝剑 所以才让 甘将和墨爷 两个助剑大师 为他作剑 你看鲁迅就把这个 就加了一个环节 改动别的了吗 没改动 对不对 来 我们来看第二段 杀了以后会发生什么呢 生的是不是男孩呢 来 接着 墨爷子名赤 墨爷的儿子名字叫赤 彼后壮 很壮 其实就跟刚才大很像的 长大以后 接着啊 乃问其母约 母父所在 我爸爸在哪呢 母约 辱父为楚王作戒 三年乃成 王怒杀之 已经杀了对吧 把他爸爸给杀了 去时主我 临走时候 嘱咐我 对吧 语如子 语如子就是 跟儿子说 出户望南山 出了家看南山 松生石上 松树长在石头上 剑在其背 他把那把剑藏哪了 熊剑藏了 藏在了松树的背上 于是 子出户难忘 不见有山 没看到山 在诸堂前 松树下 石堤之上 他忽然一看 哦 一个松的柱子 像松树的柱子上面 有个石头上面 有一个松树的柱子 他明白了 剑在哪呢 就在这呢 既已斧破其背 拿到斧子 卡 得剑 日夜思雨 暴楚王 每天都想着 要报复楚王 对吧 这一块都是对话 鲁迅就没有做 太多的改动 但鲁迅改的顺序 就是先有的这块 他妈妈才给他 讲了上面 那一段的历史 不错 那他能不能 报仇成功呢 王孟建一儿 王孟建一个孩子 对吧 眉尖广尺 说的什么呢 说他这个地方呀 像能放一个尺子 很宽 眉尖广尺 言喻报仇 说要报仇 王季构之千金 意思就是 土王马上贴出告示 谁能够杀了这个人 眉尖广尺这个人 赏金千两 而文之王去 于是就逃亡了 入山行歌 边进着山里边唱歌 特别的悲伤 没有杀成 对吧 哎 你们不觉得这个环节 写的不好吗 原文是不是 甘保写的 其实这块不好 怎么就那么巧呢 我刚要杀你 然后你就梦见我了 就好像 我明天要打你屁股 你昨天晚上做梦 梦见我了 梦见江老师 打你屁股了 就不来了 就不来了 是不是太巧了 对吧 所以说鲁迅 觉得这块不好 鲁迅把这块略做改动 怎么改的呢 赤 我们就把它叫做赤吧 鲁迅又给他改了个名 叫没坚持 没坚持 我们就叫赤 带着熊剑 来准备刺杀褲王 然后呢 蹲在褲王马车过的地方 大家是不是都要跪着呀 于是他就握着宝剑 等着褲王过的时候 就杀过去 杀死了 果然褲王的马车过来了 过来以后呢 这个时候他特别的紧张 为什么呢 他看到了褲王配着哪把剑 十剑 而他配的是熊剑 一模一样的熊磁相剑 跳起来 但是前面是不是有人呢 都趴着呢 他只能踩着别人的后背 往前冲 对吧 跳起来准备 一剑就刺过去 动不了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个人抓住了他的脚 你踩到我了 因为前面不是有几多人 他只能踩着人家 不就一般小说里都这么写 然后那个人手特别快 他刚踩那个人后背 你踩到我了 给拉下来了 这个时候 是看着褲王的马车就走远了 哎 杀成了吗 那这件事情 会不会传到褲王那的时候 有一个人抱着 拔着剑跳起来了 会 传过去了 褲王一看 哎呦 当时有人要刺杀我 于是褲王开始问 那个人长什么样 开始通缉他 这下才开始逃亡 你看这么一写 没杀了 没杀成 再逃亡 这个还是符合道理的 对吧 接着 客有逢者 正好呢 他编肯定是痛哭流泄的内容 在那唱歌 来了一个人 对他说 子年少 何哭之 甚悲耶 你那么小 为什么哭得这么悲伤呢 约五干将 墨爷子也 我是干将和墨爷的儿子 楚王杀五父 楚王把我爸爸杀了 五欲报之 我要干嘛 报仇 客人 那个人就说 文王购子头千金 听说楚王花千金买你的头 将子头与剑来 把你的头和剑给我 我为你报仇 而约 姓甚 OK 可以 于是 自吻 自吻什么意思 自杀 砍下以后 两手捧头 及剑奉之 砍下脑袋以后 尸体没倒 一个没有头的尸体 捧着自己的头和剑 捧上去 尸体僵在那不动 而这个时候 客人 那个人就说了 不负子也 我不会辜负你的 当听了这句话以后 尸体 砍 倒 这个环节 其实我没看啊 是写的有点类似于神话 对吧 但是 你们有没有觉得赤比较傻 来个人 把要头就给头 你们觉不觉得 好 这个环节 鲁迅就觉得写的不好 这怎么能来一个人 要头就给呢 你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楚王 能够随便有个人 拎着个头 拿着把剑就能接近你吗 不能 那万一拎的是猪头呢 对 不可能 万一我随便拿一个死人头呢 楚王那么 一国之君 怎么可能让人随便接近 原文是 客 持头 往剑 楚王 原文就是剑了 王大喜 哎 楚王很开心 客说什么呢 这个头啊 这个头啊 得煮 得拿锅煮 于是楚王 就开始拿锅煮 但是肯定不能在楚王面前煮 对吧 在大殿之上 煮了三天三夜都没煮烂 突然那个头蹦 蹦出来了 头蹦出来 瞪着楚王 然后楚王这个时候很害怕 这怎么回事啊 因为什么呀 楚王是不是做噩梦了 在原文中 客说了 这个头不烂 你得亲自去看 你盯着他 他就烂了 楚王这个时候就走过去了 客人这个时候该干嘛了 拿起宝剑 砍下头来 楚王杀了 但是啊 你不觉得太简单了一点吗 鲁迅把这个环节给改了 就在这 拿头见楚王之前 楚王凭什么见你 这个客呀 鲁迅是怎么写的 天之家业啊 鲁迅说 这个客拿到头以后 没有去找楚王 而是在都城里面 四处散播一个谣言 说什么呢 我会戏法 就像那魔术 这个魔术是什么呢 我能让头来跳舞 大家实在是 老百姓说太好了 我们演一下吧 说不能轻易演 需要什么呢 我需要金顶 就是一种容器 金顶和金龙 这个时候 楚王听说了 金顶和金龙 我有啊 金顶我有 对吧 楚王肯定是有钱了 皇帝都自称是 真 龙 天 子 皇帝都说自己是 真龙天子 对吧 我就是金龙啊 好 来给我演戏法吧 于是拿着头就去了 还是离得很远 就开始 这个时候有点神话色彩 头就在里面跳舞 不是瞪着的 是跳舞 楚王一哥太神奇了 就是头在那扭啊扭啊扭啊扭那种 这太神奇了 头在水里跳舞 突然间 蹬 头沉下去了 沉下去了 楚王 如果你是楚王 你会问 你会不会问那个客 问什么呀 头 那怎么不跳了 那个客就说了 啊 他在水底下跳呢 楚王 看不见呀 应该怎么看呢 过去一看 拔起剑来 看一下楚王的头 砍完头以后 在原文中 客人呢 这个客又把自己的头 也给砍下来了 这个环节 是不是大家很难理解 对吧 鲁迅就把这个环节呢 又给他扩了 又加入一个细节 我们看鲁迅 是不是就在给他添细节 改成什么了呢 楚王的头掉进去以后 和赤的头在里面互相咬 就相当于两个头在这儿啊咬 两个头互相咬 而楚王比较狡猾 东躲东躲东躲 老有往东躲了 一会儿磕着 东躲西藏 东躲这样的 然后呢 赤呢 马上就要失败了 头都快沉下去的时候 刻一看 这不行 他的头咬不过他 砍下自己头 进去干嘛呀 帮他 帮他咬 于是在那个锅里面 就是两个头 筋顶里面就两个头咬 一个头 三个头在那追着咬 所有的大臣都愣了 最后的结尾 我们说了 天之家业 不能改什么呀 不能改 根 对吧 不能改结尾 所以结尾是一样的 三手巨烂 三个头煮一起了 都煮成 烂成一锅了 不可识变 分不清了 你看这个故事 原文 在经过鲁迅改以后 是不是很精彩 来我们看 原文搜神记里面写的 经过鲁迅一改以后 它是不是就是一篇细节 人物还是那些人物 对吧 结尾还是那个结尾 原因还是那个原因 但是把细节一改以后 鲁迅是不是很精彩 所以说 天之家业法 就是要把文章写得更详细 更生动 下面我们再来看两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反弹琵琶法 什么叫反弹琵琶呢 就是我们对故事进行全新的审视和解读 打破远久的定论 来给它新的应运 就是重新来给它定一个新的应运 比如说 龟兔赛跑 看过吧 最后谁输了 兔子输了 对吧 兔子为什么输 因为他懒惰了 懒惰 对吧 不错 因为他懒惰 好 那我们最后是对兔子输了 那乌龟输了大拇指 对不对 那现在我让你只改一个情节 不但让乌龟跑第一 兔子还得竖大拇指 你们想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只要让兔子去做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就好了 什么事情比较好 又耽误了时间呢 送小松鼠去医院呢 小松鼠摔倒了 它虽然都跑在一响 哎呦 是比赛重要还是救人重要 救人重要 救人重要 于是把小松鼠送进了医院 回来的时候 虽然乌龟还是坚持跑了第一 兔子虽然是跑了第二 但是大家会不会给兔子鼓掌啊 三 穿越时空法 就是我们把一些历史人物 让他来到现实社会里 举个例子 比如说明天 不是 比如今天早上是来上课的时候 你们一开门 哎 江老师没来 谁给你们带的课呢 猪八戒 一进屋 猪八戒 带课了 不是你 你是小龙女吧 你不是刚 然后 猪八戒进来了 看 大耳朵 我来给你们带节课 你们猜会发生什么 讲吃 还有 你说有没有可能 猪八戒 来大家记下笔记 然后你们一抬头 老师在这 大耳朵 忽山忽山忽山 会不会这样啊 会 所以说 这种就是一样 来 我们来看一件边 范文赏西 一所言理乌鸦跟狐狸的故事 乌鸦在那唱歌 对吧 然后狐狸说 啊 你的歌声很美丽 能不能为我唱 因为他没有唱歌 他叼了一块什么呀 肉 然后他一唱歌 鱼 肉叼下来了 我们来看 故事新编 有人重新给编了一个 写了个 另外又写了一篇故事 说自从狐狸 把乌鸦 那个肉骗走以后 乌鸦很后悔 又有一天 他又得了一块肉 他叼着肉 在那休息的时候 狐狸看见了 哎呀 又一块肉 狐狸这个时候 走过来什么 乌鸦大神啊 您的羽毛 比森林里的 什么别的动物的羽毛 一千倍 一万倍 乌鸦 一猜 你又要想要肉 这个时候呢 然后狐狸又说 您唱的歌非常好听 上次唱的歌 我这一点 一直都忘不了 您给我唱首歌吧 乌鸦会唱吗 乌鸦想什么呢 这次我一定一定要整治你 乌鸦回过头 把肉放在树枝上 然后用嘴呢 把肉滑开 这个时候就写了 因为他用拟人的手法 从怀里掏出了什么呢 一瓶四川辣酱 钱都放进肉里 又合上 又叼起来 狐狸又看了 又来了 说今天我怎么骗呢 他假装 不登 被石头绊倒了 哎呦 疼死我了 乌鸦呢 还是不说话 狐狸又想 听说您舞跳的不错 您给我跳到舞吧 好了 跳 故意的 肉掉地上了 哎 狐狸看 这个笨蛋 又被我骗了 叼着肉就走了 到了没人的地方 赶紧一吃 哎呦 哎呦 辣死我了 是不是报仇了 是不是把这个故事给改了 那我们来看 这篇故事哪好 首先 开头和结尾都很简短 就像我们在写作文一样 你说开头和结尾有必要 比如说狐狸辣的那块 有必要写个四五百字吗 没有必要 最重要的是不是狐狸如何骗乌鸦 乌鸦如何再反过来骗狐狸这一块 所以说这个地方这是一个 我们要学的就是开头和结尾要简短一点 第二个 这个哼哼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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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词语在我们平时生活中是不是挺多的呀 是不是 但是我们要学会把它用到作文理 可以经常用这种拟生词 来结尾 结尾给我们一个道理 邪不能压正 坏人 永远 最后结尾应该是好人还是坏人胜利 好人 对吧 这是写作步骤 第一步挑选熟悉的故事 第二步 选择方法 天之家业或者反弹琵琶 第三个 写出道理 第四个 写完作文一定要记住 要读一读 那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 那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 我听说这一说 是写的